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团子 不小心把一个哑巴少年砸得会说话 在大力王朝临线 一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了下来 天啊 这是高宫抛物砸死的人 徐明昭 一个扫把星 自己想死也别去过过别人 小女孩睁开双眼 这个凶巴巴的阿姨是谁啊 没等她反应过来就挨了一个大逼宫 哼 这个巴掌是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好疼啊 自己没从屋顶上摔死吗 不对 我的手怎么变小了 而且这些人怎么都穿着古装啊 难道自己摔一跤 然后就穿越了吗 公子你怎么样啊 卫玲 赶紧找九年 那是刚刚被自己砸到的人了 然而下一秒 他就被刚刚的女人扔了出去 那么想死就用你的命偿还他的命 看到自己又不小心砸到了 吓得连说对不起 仔细一看 这个少年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他就是男主周承宜 自幼有雅籍 异行人担心他被砸出个好胆 赶紧让他给大师看看 却不知周承宜突然说 凶手 承宜 你会说话了呀 天啊 你们公子居然开口说话了 周承宜狠狠狠地看着刚刚的女人说 抓 不为疑惑 抓奶了 是砸你的小团子 还是 这是要抓人吗 不过那女人动不动就对原主大打出手 确实没必要对他善良 您放我下来吧 第一次没砸出什么事情 但是 他把我扔出来砸你 估计你已经受内伤了 好你一个不负 居然敢伤害我们家公子 放开我 我家相公可是本县县城徐文心 哼 我还是举州知府的堂弟呢 把他给我押走 举州 难道就是我之前看的举文化发源地吗 周承宜淡淡地说 交给你 然后扭头就走 他要走吗 赶紧拉住他 毕竟他是这个时代第一个保护他的人 那个女人被抓了 如果连他也走了 那他就更加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些事情 徐明昭你要是跟这个野男人走了就别再混 好歹我也养了你六年 没想到你竟然那么忘恩负义 原来原主和自己是一个名字 都叫明昭 回到房内 大师仔细帮明昭浩卖 只是受了惊吓 没什么大碍 周承宜想说话 但是感觉有点挤不出词 地旁的人帮忙 他想问这小姑娘的身世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不然我就派人去查 原来徐文兴是家里老三 中了进士就来到临县坐县城 他的老婆华氏 就是刚刚被抓的人 他父亲是举州知府的山长 那也算是书香门第 怎么刚刚看华氏却像个泼妇呢 明昭赶紧好奇地问 那我是亲生的吗 这个 我能说实话吗 他都能这么问了 你把他当傻子吗 据说华氏嫁给徐文兴三年没有孩子 就领养了徐家老二的女儿 也就是这个小丫头 因为举州有个说法 说孩子能招孩子 领养一个孩子就能带出一串来 这小丫头确实能带来好运 领养第二年 化石就生了一个儿子 过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女儿 感情他名字中的招还有这个意思 不对 我的是日月招的招 突然周成一掌把桌子开碎 吓得明昭赶紧往老和尚怀里拽 完了完了 他生气了 你说话不过一下脑子吗 他那么个绅士 你偏要拿个雷同的去刺激他 这不是童马通过吗 老和尚汉言 出家人不打狂你 大师 既然化石有孩子后不带见我 那我亲生父母还愿意要我回去吗 你现在好歹也是官家小姐的身份 有人伺候他 但你亲生父母却是一介农夫 日子过得很艰难 官家小姐又如何 有人伺候又如何 还不是朝不保夕 只要爹娘要我 日子辛苦又怎样 那如果我爹娘也不要我 大师可否收留我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遇到过吗 我们的男主被天上掉下来的小团子查到 竟然治好了十几年不遇的雅集 接上集 周承宜端着甜点破门而入 徐明昭一看就开心得不得了 这是给我吃的吗 刚伸手去拿 却发现自己的双手脏兮兮的 却不料周承宜直接拿起来送到他嘴边 这也太好吃了吧 好吃到身上的伤口都不痛了 乃至周承宜直接把一盘住的点心丢给他 然后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大师 我从高塔上摔下来 有些事情不记得 我亲生父母有几个痕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以为高僧都是无所不知的同代理 你说的那是神仙 不过你都冲撞周承宜 他还为父女 莫不是同病上人 原来这样子 怪不得刚刚会那么生气 既然大师帮不上我 那我就去找周承宜 谁让他长得比你好看的 要是他能帮自己找到亲生父母 就最好不过 刚刚周公子好像就是往这边跑了 突然一个长相妖艳的女子出现 小妹妹 你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呢 刚穿越来的明昭只能好奇地问 怎么 你是认识我吗 我们公子刚刚救了你 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这可是公子最爱的松子糖 他心情不好都会默默吃这个 不过他怕别人说他孩子气 所以你可以悄悄喂给他 原来是这样子 好呀好呀 然而实际上明昭想的是无视献殷勤 飞奸几道 自己刚找的大笔 可不能出意外 陈宁 再让我听你说一句话好不好吗 不喊先生也可以喊九叔吗 照顾你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他刚刚急匆匆地离开 就是去拿冰块吗 小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你家大人来接你了吗 然而明昭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转而问周承宜周公 您带病女来了吗 哎呦小丫头 你该不会想和家里分道扬镳 给我们家承宜当病女吧 可就你这小身吧 连茶壶都提不动吧 徐明昭忍着刺痛说 周承宜 你知道有人想害你了 小孩子胡说八道什么 而且周承宜这三个字 也不是女人叫的 好歹也要喊声哥哥吧 难道你家人都不交你礼书的吗 刚刚有个自称 是你逼你的人 给了我一袋松子糖 再三强调让我喂给女师 感觉他不怀好意 几人听了面面相许 立即知道其中定有猫腻 九爷于是拿过那包松子糖 直接丢到鱼池里 老和尚一脸心疼 他那一池的锦鱼 你们佛家不是说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吗 就牺牲一下他们呢 果然有人想利用自己年龄小 而设计杀害周承宜 这么漂亮的少年 究竟是谁会那么狠心呢 周承宜的表情反噬民众 但却没有意外 仿佛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类事情 然而九爷不淡定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鱼都翻改了 赶紧找出那个女 经过刚刚松子糖的世界 不排除有人为了让你出意外 而故意把我当成武器 追下去杀你 那我是不是就成被你央鸡吃鱼了呢 既然如此 你可不能眼睁睁看我翻译步骤 待会那个谁来了 若是露出凶神恶煞的模样 你可得救我 突然传来一个稚嫩的朋友 徐明昭 你还活着吗 我们要不摔崇 这个毛都没长齐的熊孩子 竟然想取明昭为妾 接上集 徐明昭 听说你从高塔上摔下来 该不会摔傻了吧 本以为你长得可爱俊俏 长大后想要娶你的 但是你摔傻了 估计连作妾都不行了 明昭一听 一个小屁孩也敢大言不惭 立即跳下来踹他一脚 而这一幕正好被刚进来的女人看到 徐明昭 你疯了吗 你一个低贱身份竟敢打我们先令家的公子 要是我们少爷有个好歹 你也别想舒坦了 哼 他坏我名声 我就打他怎么了 我宁做穷人气也不做不人气 再胡说八道我就见一次打一次 女人听了气的撸起秀了 好呀 那我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你 给少爷出出气 明昭赶紧躲到周成一身后 还大喊救命呢 杀人了 这时九爷赶紧冲进来给女人一个无音 刚刚还嚣张跋扈的女人 瞬间摔成一个四脚八叉 小男还赶紧跟老婆上道状 方丈大师 他们欺负人 还有徐三叔 明昭不听我话 还打我 梦得先回去 我和好好教训招的 那徐大人可要好好管教了 他可是动脚踹了我们家少爷 这个人看来就是自己的养父徐文心了 徐明昭 你这辈子只能做妾 因为徐家人不可能为你出嫁股 想做正妻 下辈子吧 怎么 你还想挨揍吗 徐文心此时开口 昭 快到父亲这边来 然而周成一站在背后 缺一把按住明昭的肩膀 眼神充满霸气 切轻烈地看着徐文心 突然明昭泪眼婆娑 喊了您那么多年父亲 就算有了亲生命啊 您不待见我 大可以送我回亲生父母那 怎么可以为了省嫁妆 就把我虚给别人做欠了 而且我今日从高塔摔下来 差点血腱三尺 您夫人见我 或这劈头盖脸 就给我一个巴掌 您也从进门 就没有关心我的伤势 却对县令家的公子好人相互 既然父不辞 那我没必要孝顺 徐文心气得哑哑了 到底谁和你说这些话 这徐老三是二愣子吗 这话一出口 就得罪一污的人 大和尚 这话是你教的吗 老娜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况且小丫头 确实是被人从高塔摔下来的 没错 被他下来就是为了 砸死当时正在树下赏花的城里 徐县城 究竟是谁指示你这么做的 你又是什么人 竟然在这信口雌黄 徐三爷甚言 这位可是江北无家的无鱼无酒爷 那么现在徐县城 可有想好要不要攻出幕后真凶呢 徐三爷经常来寺庙 和自己下棋对椅 秉姓还算敦厚纯良 呵呵 为了一份嫁妆就恨不得杨女死了干净 也能算是敦厚纯良吗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要么就留在这出家 要么就让方丈大师送我会亲生父母呢 小姑娘 我们这不说你弟子了 老和尚 那你要看他无处可去吗 你之前不是说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过那土里好食的生活吗 那是因为死的自卫粉不好受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的 你亲生父母那里日子也不好过 你的嫁妆肯定也给不出的 这是你在好好考虑考虑的 周诚意听不下去 冷冷的说 不用考虑 我送 那由我们送明昭姑娘回去的事情 就这么定了 这位少爷是 这是我的一个晚辈而已 九叔早上好 哎哟 搬上新衣服更好看了 黑黑 诚意哥哥呢 周诚意从马车探出脑袋 上车 可是 这个马车那么高 又没有电子 自己要怎么上去呢 他是一个被放弃的县城养女身份 不仅有人把他当武器推他下塔 还利用他年纪小给别人投毒 如今逛个街还差点残死在马蹄下 街上集 周诚意这天就开始启程送徐明昭回家 就在马车上 九爷好奇地问 怎么感觉你没有坐过马车似的 徐家三房虽然是官家出身 但是出行一般不是大排场 基本都是租的马车 这种豪华舒适的马车确实是第一次 而周诚意虽然看着不爱说话 但总是时不时就给明昭递上点心 做事很是周到 诚意 你说你父亲让你出来游历 你咋就选了个那么穷困的地方 要我就选江南 那里可是夜夜声歌不断 也是文人默刻的聚集地 可周诚意直接低头看书 无视他的老板 明昭就开口问 如今的世道是太平盛世还是民不聊生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问这个做什么呢 我听说百无疑用事书生 若是太平盛世 这些文人默刻还能疏数胸怀大志 若是硝烟四起 哪里的兵刃会听他们的伤春悲秋呢 周诚意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居然会有这样的见解 九爷也好奇 你这都是从哪里懂得这些人 徐文心那个书呆子应该不会教一个养女读书 这有什么难的 只要有心的话多听多看 多想少年就可以 丢贺 就你这样子小话牢 还算话少吗 我说的是诚意哥哥 这少年身份肯定不简单 不然一个堂堂的探花狼怎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想必他父亲不是什么普通人 不知不觉中 明昭慢慢就睡了过去 这时九爷不意使坏吓唬说要把他送回养父家 吓得明昭一下子惊醒 哎呀 我才不要回去 到了即使 明昭紧紧地躲在周诚意怀里 哎呦 还在生气啊 看到即使人来人往 少年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逛逛 然而明昭看到瓜子就走不动 诚意哥哥 我们哥走得了吧 嘿嘿 老板大叔 这个 这个 都给我个来一惊 明昭抱着不同口味的瓜米 幸福地磕了起来 忽然有人让他小心 还在一脸猛的时候 一匹高大的马匹刹不住 眼看就要踩到明昭了 不是吧 还没有享福就要夭折吗 就这样死去会不会回到现代 然而下一秒周诚意出现 把明昭从马匹下拽了出来 这惊险的瞬间 吓得明昭都不敢睁开眼睛 安全后 周诚意赶紧问他有没有受伤 得到肯定答复 他才放心 这时马车上出来一个着装艳丽的女人 他就是国公主的小姐魏西青 好果不挡道 赶紧给我滚开 明昭也看不惯这种嚣张跋扈的人 于是开口说 成一哥哥 那人目狗样的东西说得狗语吗 我怎么都听不懂 魏西青气的脸貌清金 小臭香香巴老 你在骂谁呢 然后指着一脸怒气的周诚意 还有你 眼睛往哪看了 来人 去把他眼珠嘴给我挖出来 这下彻底点燃明昭的怒 我骂的就是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成一哥哥 成一哥哥 孩子没事吧 看到成一点头 也松了口气 但是饥饿如愁的他 也咽不下这口气 只肩弹出一个小石子 直直地打在魏西青的脑袋上 差点让他摔个狗吃屎 好啊 你们居然敢拿我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 你们可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呵呵 能有什么身份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哇塞 九叔 你对人的样子好帅 好厉害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出现 我们是京城卫博公主上 九爷听了呵呵一声 好大的排场 语气尽是不屑 明昭不放过宰阳的机会 既然是国公主的 那就好办了 你们刚刚差点撞死我 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了 你不是好好的没死呢 我看你是穷疯了吧 居然想了我银子 哪个教书的告诉你穷了会疯呢 书上说的穷则思变而不是私疯 有这精力乱费 还不如回去多读书呢 而且你有银子你就了不起了 你拿银子杂人的时候 你有想过银子也会疼吗 就你这样 迟早散财 你这个土包子 傻瓜 银子没有生命 怎么会疼 我现在不想和你这种 没教养的人讨论你们的 简直拉低我智商 我们就讨论我的瓜子 你们要怎么办 这样子吧 赔偿免了 你们就一粒粒给我捡回来就行 一粒也不能少 这小姑娘口才厉害 不应该叫徐明昭 应该叫徐对动 这个蹲在地上捡瓜子的女人 以为自己为国公府的身份尊贵 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差点让明昭死于马屁之下 却不知女孩身后的靠山 却是她惹不起的存在 接上急 明昭不打算让他们赔钱 而是让他们捡起地上所有的瓜子 但卫西青怎么可能 吞下这个七十大乳呢 捡起地上的瓜子 就往一脸嘲笑的九爷身上撒过去 误卫赶紧过来用内力 把瓜子又逼了回去 卫西青没想到 最后自己竟然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好歹也是为国公府的小姐 嬷嬷就这样看着我被他们欺负吗 嬷嬷指着明昭几人 来人都给我打 嘿嘿 你们死定了 误卫做出防御动作 拉出腰间的配件 我的刀子可不管你们是谁 赶上钱的话 那就不客气 还一回公府 卫国公府的嘉宾就被全部打趴下 将这些挑事闹事的人全部送官 以为送官我们会怕吗 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卫国公府是什么样的存在 呦呦 卫国公府在大 有王府大吗 嬷嬷有点忌惮地问 你们是哪个王府的 然而猪队友的卫西青却依旧嚣张跋扈 你们已多欺 不对 你们欺负人 我世子哥哥在肯定会把你们都打趴下 还敢说自己是国公府的人 就这么的见识 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都不懂 我成一哥哥敢称第二 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你那世子哥哥来了也一样 再说了 就算你的世子哥哥再厉害 远水门就得得进火吗 我要是你 就先低头认错 听完这些话 把气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随后九爷分复护位 你去看着他们解 一粒也不能少 然后连人带物送去县衙 哼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们得罪了我们国公府 就等着千刀万剐吧 回到马车内 周成一贴心地摸着明昭的脑袋 问他怕不怕 明昭摇摇头 不怕 在我心中 成一哥哥才是最厉害的人 成一哥哥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瓜子 是咸味道了 这时九爷突然进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二人 九叔 你要不要也尝尝呀 哈哈哈哈 不用 你们继续哈 然后甩出几本不懂是什么本分 放在桌子上 成一哥哥 王府是比魏国公府厉害的地方吗 那是自然的 那他们的帖子应该很厉害吧 我见刚刚九叔扔他们的帖子 就像扔白菜一样 那些该不会是伪造的吧 九叔挑眉 你觉得谁敢伪造 当朝权贵的帖子呢 那就是来路不正哦 什么鬼 你这小丫头骗子是想挨揍吗 哈哈哈哈 我现在知道九叔 是比那些王府还要厉害的人 九爷一听这些彩虹屁 心情瞬间没上天 周成一拿出几本书 认字 原来刚刚他去书四 就是为了满足我之前 随口说的想认字的想法 丫头 你真的没骗九叔吗 当真不认识字吗 那是成一哥哥教得好 所以现在会了一丢丢 此时护卫来报 公子 那女子叫魏西青 是魏国公府二房输出的四小姐 因犯了错被发配回祖里较量 魏国公主的徒群正好在举州 若不是发生了摩擦 可能会一路同行 不过魏西青估计不会受宠 二房本来就是输出 输出的输出待遇可想而知 但是宰相门前弃品官 就算是魏国公府的一条狗 都要比寻常百姓尊贵得多 怪不得刚刚会那么嚣张把握 成一哥哥 我们现在是到哪里了 这里是平线 接下来三天 我们都在这里 你先去书四买你喜欢的书 我和九叔先去办点事情 之后再回来找你 不知过了多久 成一哥哥他们怎么都还没有回来 这是一个红衣女子仓房跑过来 还撞了一下明招 真是的 你到底怎么走路了 不看一下人了吗 女人一脸的惊恐回头 竟然是那位细青 这个可爱聪明的小女孩有多倒霉呢 刚穿越过来就被人从高塔上摔下来 还有人想利用他来毒害自己的救命恩人 逛个街还差点就惨死在马屁下 如今还要受牵连的被人贩族拐走 街上急 明招在街上等着他的成一哥哥回来 却不料又冤家路窄的被魏西青撞倒在地上 喂 你是不是不义的 堂堂魏国公主的小姐 撞倒人也不会道歉吗 然而下一秒 他看到两个男人正在和魏西青拉扯着 最后一个男人控制着他的手 另一个则用明要迷晕他 而此时的明招没有想到 这伙人还有一个正在背后对他下手 下一秒等他意识到什么的时候 已经被津津捂住嘴了 等他们慢慢开始恢复意识时 二人就已经在一辆马车上 这时正好听到人贩子的对话 你干嘛要节外生枝 顺手牵羊吗 就当做是买一送一了 那丫头看到你抓人 万一转身就去报官怎么办 但你看他长得比国公主的小姐还好看 没准可以卖个好价钱 明招这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真是倒霉 竟然遇到人贩族 而且还是专门跳岩之高的女同下手 看来是要被卖到青牢去了 而且他们明明知道魏西欣就是国公主的 竟还那么大胆绑架他 到底是谁借给他们的胆子呢 怎么办啊 马车照这个速度只会离平线越来越远 忽然马车急速停了下来 莫不是成一哥哥赶过来了吗 然而只是到了人贩子的老淘 你们可回来了 呦呦 还是两只大肥羊啊 明招看到这团伙人数不少 看来逃跑的难度不很大 但还是不放弃地努力挣扎着 现在嘴巴被堵住 手也被绑住 只能是先尝试能不能正脱开双手 不然就只能等死 这是一个少年出现 别怕 我给你松吧 魏西欣刚解开嘴巴的叔叔就大声地叫喊 没用的 这里是废弃的房子 即便叫得再大声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反而隐瞒坏人 明招也知道如果要逃走的话 这个笨蛋千金小姐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看向少年 小哥哥 我叫徐明招 你被抓过来多久了 我叫陆同阳 叫我陆哥哥就好了 抓我的人说因为我长得好看 可以卖个好价钱 那陆哥哥也是因为长得好看才被抓吗 我被抓过来 和长得好不好看没有关系 刚说完 陆同阳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 明招赶紧拿出自己的瓜子 陆哥哥 我这有瓜子 可以给你垫垫肚子 你把这些给我 那你还有得吃吗 有的 陆哥哥 坏人们不给你饭吃吗 有给吃的 但是很少 因为害怕我吃饱了 就有力气逃跑 又不想我被饿死 魏西欣这时也饿得不行 徐明招 你的瓜子还有没有 没了 瓜子只够我和陆哥哥吃 对了 魏西欣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为什么这些人明知道你是魏国公主的四小姐 却依旧明目张胆地绑架呢 你竟然调查我 你该不会就是贼喊捉贼 把我抓过来的吧 我警告你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我们魏国公主一定会让你们面满人 说你是猪马 我都觉得侮辱了猪 既然魏国公主是为高权重的存在 那为啥这些人还敢抓你 这不是明摆着窝里洞吗 我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不会想不到自己得罪了什么 李福说 这不可能的 明昭妹妹分析的很有道理 陆哥哥 你这么感同身受 该不会也是被自己人算计的 你果然聪明 我也不怕家储外言呢 你有听过江南路家吗 我只知道江北无家很厉害 北无南路一直都是齐名的 在世林中都是顶尖的存在 不过我是旁之 而且家父也病死了 之后家母也改嫁了 本想着守着十几亩良田生活 现在估计也一种 魏西清听了之后吐槽说 呵呵 生来就低贱 你倒是高贵 怎么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陆哥哥 夜里这种没脑子的人 我们早点休息 保存体力 到了半夜 明昭妹妹 快醒醒 怎么了陆哥哥 你听我说 这些人贩子不是普通人 我和国公府那个 都是他们收了钱的货物 但你是无辜的 就算你跑掉了 也不会深入追究的 陆哥哥 你是想让我一个人逃跑吗 徐明昭因为在街上 目睹了魏西清被抓 不料自己也被这些人给拐走了 不过好在这里 还有一个被关的陆藤阳 这个小哥哥决定 要帮明昭从这里逃出去 窗户外面是一个厚照房 或者棚子之类的 你不会被摔倒 来 赶紧吧 我托你上去 明昭妹妹 你出去之后 先找个地方躲起 明昭小心翼翼地到达外面 陆藤阳提醒说 你现在个子小 躲在哪里都不容易被发现的 他们找不到你之后 肯定就会先把我们转迷 你就可以趁机逃跑了 记住了吗 陆哥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现在想要逃出去 马车是最快的交通工具 如今只能先躲在马车底下 不久后 这辆马车在路上 骂骂咧咧地行驶 说 到底谁帮那个小丫头逃走 都哑巴了吗 魏欣欣被吓得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 我昨晚一直在睡觉 我也不知道 而且跟她都不熟 连她长啥样都还没进 如果不是你节外生枝 非要把她回来 哪里会打乱全盘计划 原本是想多个十天半月 就出城的 现在怎么办 怕什么 大不了再换一个地方躲躲 而且此时的明昭 正好躲在急迟的马车底下 这时的县城 到处有人在找寻明昭的下落 明昭知道是成衣哥哥在找他 忽然马车被拦截下来 胖子下车 官爷这是做什么 城里丢了孩子 县野有令所有马车都不许出城 一律接受检查 我家公子乃陆大人的侄子 眼下是要投奔举州同志陆大人 官爷您好 陆同志乃我舒服 这时周成衣过来 就算是陆同志本人来了 也得例行检查 你们简直过分 就算陆同志 你们不看在眼里 那么江南的陆家呢 在朝的录像呢 顾尾直接一脚 就把胖子踩在地上 我家主子的话 岂是你们质疑的 这时成衣蹲下身子 对着马车底下说 昭昭 快出来吧 昭昭 这时马车地下的明昭 看到成衣的俊敏 委屈瞬间涌上来 成衣哥哥 你终于来了 然而一不小心 就摔了下来 急得周成衣一掌 就拍上暗示的马车 赶紧抱起地上的人 有没有受伤 没有 真是太好了 还能活着见到成衣哥哥 成衣喊了一声华叔 一个大叔就背着药箱跑过来 来了来了 公子放心 身体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点虚弱 估计是饿的 对了成衣哥哥 车上的公子是姓陆的不假 但却是被他们赶来的 兽子突然挟持陆同阳 快放我们走 否则就抹了这小子的脖子 成衣哥哥 是陆家哥哥救我出来的 我不能不管他 看着架在陆同阳脖子上的刀子 明昭拉了拉成衣的衣服 仿佛达成某种协议 忽然明昭大 魏西青 快 砸他 贼人一分心 就被周成衣扔过来的石子砸到脑袋 而陆同阳也抓住时机 用胳膊肘撞击胆徒胸口 然后从马车上顺利的震脱下来 上 赶紧抓住他 把他压回去 刚刚和成衣哥哥配合的果然很有默契 然后拉着成衣说 这是我成衣哥哥 是他救了我们 多谢恩公 救命之恩莫尺难忘 这个可爱聪明的小女孩 还能有多倒霉呢 当穿越过来 就被人从高塔上摔下来 还有人想利用他来毒害自己的救命恩人 逛个街还差点就惨死在马蹄下 站在路边等人 还被人贩子顺手牵羊地拐走 街上急 徐明昭你个自私鬼 你跑了岂不是要害死我们 还有你陆藤阳 你就是个帮凶 则则则 现在知道窝里横 有本事你找他们攥杖去 听完就气汹汹跑过去 你们这些渐营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绑架本小姐 明昭头疼地看着魏细心的疯狂输出 这大小姐博天就只吃了一个冷饭口 水都没喝 真是精力充沛 而下一步 明昭就被一只大手抱上马背上 回头一看 原来是他的诚意哥哥 走 我们去吃饭 吃饭期间 九爷还是很生气 太窝囊了 五五九爷照着点 竟然还有人敢打坏主意 简直吃了雄心抱子打 明昭赶紧输出彩虹屁 九叔 你在我心中是鼎鼎厉害的存在 那些坏人太孤陋广文了 连九叔的大名他们都没有听过 还说江北无家算个胜 他们只听过魏国公主 九爷一听 立即炸锚 气得大长腿直接要踩碎饭桌 我呸 魏国公主算个球啊 他们就是个臭屎坛子 然后八卦地问 你说说 你这么机灵的人 昨天是怎么被抓的 一开始 我就在书四等着你们回来 然后阿巴阿巴地讲完 他被祸及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抓魏细心的人 就是源于他们魏国公主的窝里斗 不过碍于魏国公主的势力 估计官府也不会查出什么 没事 这些把柄足够恶心 他们魏国公主 接下来就由我上后了 明昭转身 成衣哥哥 谢谢你找到了我 昭昭 被抓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 明昭不怕 因为知道成衣哥哥 一定会来找我 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些小鸟 没有把我扔的瓜子吃掉 不然成衣哥哥就找不到我了 成衣很坚定地说 我肯定会一直找你 直到找到为止 要是很久才找到我 比如说十年后 成衣哥哥还能认出我吗 周成衣脑子一震 十年后的明昭 应该眼睛还会这般大 嘴巴还是这般俏皮 笑起来也会这般甜 但是依旧会像现在这样 靠着自己安心的入睡吗 周成衣知道明昭肯定没休息好 赶紧把他抱到床上带好被子 就在他要离开时 明昭睡梦中还叫喊着 成衣哥哥 别走 但是此时的酒夜和话书 已经在书房等了他 审讯结果出来 那两个人交代是收了银子 才抓的魏西青 虽然出钱的人不是魏国公府的人 但是却和魏国公府的仆复有关 周成衣强忍怒气 我只想知道 这件事情和徐家三访有没有关系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没有关系 之所以抓明昭 是因为他目睹抓捕魏西青的整个过程 其实小萌夫的胆子也小 就算是勾心斗角 也不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的 话书说的不无道理 而且真要是话书做的 之前早就应该要被赶尽杀绝了 但他不像是有这个脑子的人 公子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又不是大家会的 不会有那么多阴谋算计 倒是魏国公子 公子打算怎么办呢 既然和话是无关 那就交给九叔处理吧 我要的人 来了吗 已经来了 但是为了不暴露身份 只来了一个人 周成衣听完就转身去看书 九叔摇头 还是这兴趣 慢慢来吧 好不容易出现他感兴趣的事情 就由着他吧 明昭这边正睡的憨田 但感觉有人摸着他的额头 以为是他的成衣哥哥 但是睁开眼睛后 却看到一个长相俊俏的女子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吓得慌张地叫着 成衣哥哥 成衣哥哥 听到星间人的惊叫声 周成衣赶紧破门而入 怎么了 明昭这急忙慌的下床 扑向周成衣 这里有个陌生人 女子很不好意思的介绍 卢碧红松见过姑娘 不过明昭还没有反应过来 姑娘 我来帮你梳洗吧 红松看似是来照顾自己 但实际上应该是保护的 成衣哥哥年纪不大 但是却那么的细心周到可依靠 梳洗完之后的明昭 多了一份优雅脱俗 但却又不是那一份灵动可爱 徐明昭被九叔拜托 激发周成衣的斗志 然而转头他就和别人说 他要成为山大王 不知为何 周成衣身上总给明昭一种悲伤 这不禁让他想起第一次见面时 因为同病相怜而生气 这时陆腾阳突然出现打断他的思路 明昭内蒙 你没事吧 陆哥哥你怎么来了 我无家可归 所以认了一个师傅 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什么 你拜了成衣哥哥为师傅吗 你这是什么脑子 陆腾阳对着九爷喊 师傅 我可没有脑子不好 我们成衣哥哥将来学识好 未来肯定是碾压一切烫花的状态 听着明昭灵牙立体 九爷也背对着牙痒痒 哦 有本事你别躲啊 他就算以后是状态 也是我这个烫花交出来了 好吧 别闹了 折腾一天了 先去吃饭吧 吃完饭后 九爷一直在房内等着明昭 进来 关门 那你得保证你不打小孩子 你这话说出来就是欠奏 在末迹不进来就加倍 你觉得我们家成衣怎样 成衣哥哥人很好啊 九叔这么问世合一 只有六岁 看着天真无邪 但很会审视多事 说的做的都是对自己有利 九叔若是和我一样的处境 也会处处留着心眼 小丫头 我又没说你这样不好 我只是想让你说说对成衣的想法 明昭知道对方这样严肃 应该另有他意 成衣哥哥外表看着冷漠不进人情 其实内心却是柔软的 至于他不爱说话 看着不是天生的 应该是小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情导致的 你说得很对 成衣是个可怜的孩子 既然他看中你 有些事情你也需要知道 小时候的成衣 因为说话比较晚 他父母亲一直很嫌弃厌恶他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哑 加上有所谓的高人指点说他天上孤星 惠客父母 所以就把他丢弃了 不过好在他现在的养父被掩饰诸诛 一直对他细心较老 本以为连华明都没折的眼睛 大家也做好准备他一辈子不会说话 没想到那一天他竟然神奇地开口 明昭听着这些 心里五味杂陈 九叔您为何要和我说这些 因为你是让他说话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让他发疯的人 你失踪之后 他动用了以前从不用的关系和忍耐 就为了决第三尺也要找到你 哈哈哈哈 九叔 您不用把我抬得那么高 您需要我做什么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做的 他养父一直对他寄予厚望 可这个孩子一直佛是没斗志 我明白了 九叔想让我激起成衣哥哥的斗志 没错 但你也不需要有太大压力 尽力而为就好 九叔 成衣哥哥被亲生父母一气是什么年纪 那时候他五岁 转眼间 明昭来到周成衣的门外 最终敲着门 成衣哥哥 我有点害怕 一闭眼就是被抓的画面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个屋 我可以打地铺了 不跟你抢床铺 进来吧 看着小丫头在地上灵活地铺着棉被 成衣直接把他抱到床上 床够大 可以一起睡 成衣哥哥你在看兵子 以后是想要当大将军吗 就是看着打发时间而已 听着对方毫无斗志地回复 那成衣哥哥不做将军 是想要做全臣吗 这个我没有想过 那成衣哥哥为什么不问我 长大后想做什么 女孩子家家长大后不都是嫁人的吗 我可不是一般的女子 人家可是有梦想的人 哎呀 古代女子没有自己的适应 成衣宠医地看着明昭 那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我长大后想做一个山大王 什么 山大王 明昭激动地比伐着 对啊 我要种一山头的果树 还是那种一棵果树 接不同果子的那种 周成衣听得亚麻呆住 原来是这样的山大王 等到果子成熟了 我就直接爬到果树上 顶着蓝天白云 惬意地吃着果树 成衣哥哥你放心 我成为山大王之后 你的水果我包了 接下来由于漫画版权限制 没有权限再继续更新了 喜欢的宝子可以继续看原漫画